女孩把初吻献给了财阀少爷 可他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 演出自己深爱的男孩 此刻的他真希望 自己这次最后的豪赌 能够真正地唤醒这个男孩 原来自从女孩第一次 遇见男孩的那一刻 他就对这个男孩 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可随着深入的接触 女孩忽然发现 这个男孩表面上 虽然是个拥有超出常人智慧的天才 但他内心里却是一个极度自卑 又没有勇气的人 甚至在女孩 尝试着激励他 用自己的天赋努力去做人上人时 他竟然跟女孩说出了 平平淡淡才是真 打几份工挺好 这样的鬼话 听到这话的女孩 真是又气又觉得惋惜 于是 为了唤醒男孩心中的勇气 女孩决定利用他身边的财阀公子 好好地刺激一下他 可让女孩万万没有想到是 面对着自己 故意和财阀公子走近 这个明明已经很吃醋的男孩 竟然连生气的勇气都没有 反倒是他身边的那个财阀公子 充分地展现出了 什么叫胆大不要脸 已经开始三番四次偷偷追求他了 可即便是这样了 女孩还是没有放弃 然而 就在他还计划着 怎么慢慢帮助男孩之时 彼此意外却打破了一切 由于收高利贷的黑社会 找不到女孩的母亲 他们竟然找到学校 可女孩大闹了起来 这一下 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女孩知道自己又要搬家了 可此时要离开的女孩 却还是放心不下男孩 经过痛苦的纠结 女孩最终决定 哪怕是要离开了 也要帮男孩最后一次 就这样 女孩先后约来了 抬伐少爷和男孩 用了一种几乎自毁的方式 希望能最后刺激出男孩的勇气 可就在他用期盼的目光 等待着男孩冲过来的那一刻 男孩的再次倒腿 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就这样 彻底死心的女孩 当晚就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然而 就在他拖着行李 走出大门之时 他发现男孩竟然站在了路边 看着男孩第一次 有勇气对自己表白 女孩知道自己成功了 可就在女孩眼睁睁地看着 男孩即将说出 他一直期盼的那三个字时 女孩却忽然阻止了男孩 因为此时的他知道 当他做出最后那个决定时 他和男孩就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而且现在在男孩行中 留下遗憾的种子 远比留下爱 要更加地激励他 果然 随着女孩的离开 男孩彻底地惊醒了 仅仅用了短短一年 他就成为了韩国权贵阶层的一份子 而女孩留给他的那段爱与恨 也将是他未来 算未成顶级权贵 最重要的能量 但是你不深不知 十年之后 我们各自各政权 天晚风心里吹 吹伤我碧泪 此风就把你追 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 夢里归家那一仙等